大家朋友好,歡迎來到極度深寒的一個晚上 今天是星期五,大家接下來有兩天假期可以休息 真的很開心,很快就努力地訓練 今天突然做節目之前想過一句說話 聽到有些朋友、家人在生父母說錯話 有句說話叫做無怨不成夫妻,無仇不成父子 這句說話是安慰家庭裡很多爭吵的人叫大家互相引養 我們成長的時候,小時候對得最多的就是我們的父母 但當年他們都很年輕 可能他們說很多事情或做很多決定 對你或對家庭的時候都可能有很多錯 我們小時候有時會經歷父母的錯去成長 那樣的錯有些時候會影響你長大了對這個世界的一些看法 我自己和一些網友會選擇一件事 想起小時候父母有沒有灌輸了一些錯的東西給你 或者對你的成長對待的時候,某種行為錯了 影響了你很多,你不知道 我們長大了就慢慢懂事,慢慢把那些東西拿走 那樣東西不是這樣的,全部拿走 拿走得越多,你就很容易會找回更好的自己 你又想到一件事 父母其實生你的時候,他都很年輕 他很多東西考慮得沒那麼深思熟慮,對怎樣教育 但隨著時間的成長,他一天一天老 你亦一天一天長大,你在社會裏面面對各樣東西的時候 對這個世界了解更深,他亦都老了解更深 去到某個歲數的時候,有什麼因因怨怨的錯對,大家都是和解的 都是會和解的,一般的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不要說有些大錯那些 但如果你媽媽或者爸爸做了一些很離經半道的事 那你又到長大了,可不可以面對到這件事呢? 我今天說的就是一個叫做《我媽是連環殺手》系列 我們聽的名字都很爆 《我媽是連環殺手》真的非常嚴重 今天就是準備說這個故事 在電影編劇裡面,如果你媽媽是一個連環殺手 其實當中寫到很多戲劇的衝突和張力 因為在媽媽的角色,大部分我們都會覺得是比較幫助別人 有愛心、平靜 是一個家庭的支柱 是你生活上遇到困惑的時候 一個安樂窩,媽媽提供給你 但現實世界很多時候不是這樣的 可能你媽媽是一個暴躁 可能是自私 是你媽媽可能有很多事情 她外面受到的時候 將你來發洩 你長大了,你都可能會想到 其實你有很多事情沒有跟你媽媽說 你媽媽有很多事情沒有跟你說 即是她母子、父子 很難說每一件事都會告訴你 始終有一個家庭的枷鎖 有很多事情你不說 即是你媽媽 可能她又是勾腦或被腦子撇了 她不會跟你說 兒子,其實我那天發脾氣了 外面被腦子撇了 她不能說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事情你無法知道是對方的 特別是父子、母子這段關係 很多事情是隱藏在裡面 如果你是媽媽連環殺手 她當然不會跟你說 但如果你是小時候 但知道你是媽媽連環殺手 你成長的時候 你會面對什麼呢 肯定有一件事會產生的 就是你童年是非常有問題的 如果你媽媽成長是一個千金小姐 是一個家庭培育長大的 她不會變成連環殺手 即是你媽媽連環殺手 你婆婆或你阿公都有問題 那件事一定會令到你童年的時候 受到相同的遭遇 今集說你媽媽的連環殺手 發生在1995年到2022年的時候 都有一個衝擊產生在家庭裡面 它發生在哪裡呢 它發生在美國有一個地方叫做Waymond 它在Washington DC附近有一個小鎮 如果中文叫做雷蒙特 它是華盛頓州在太平洋裡下屬的一個城市 根據200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 那個地方只有很少人口 只有2975人口 主要人們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佛木、漁業 還有一些歌唱事業 還有一小量的旅遊業 其實鎮也是這麼大的 只有2000多人都知道 隨便我們找一個大型的巨屋 中國的屋苑都多過他的一個人口 那這個Waymond這個鎮 他最出名就是在87年7月3日 有一隊Bang的名叫做Nirvana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的主音就自殺死了 名叫Kirk Colbin 很出名的一隊alternative的樂隊 他第一次演出就是在雷蒙鎮的一個酒吧裡面演出 最出名就是這裡 但是近年有一個被譽為美國最瘋狂的媽媽 她的名叫Michelle Shelley Notek的女士 她在1954年4月15日在雷蒙鎮出生 她自出生就面對著很多很多問題 所以令到她的成長是一個超級虐待狂 這個我們叫她Shirley 因為美國人形容她的名字叫Crazy Shelley 即是這個媽媽 她小小過在50年代中期出生的時候 她有兩個小過她的弟弟 這個Shirley她媽媽是一個瘀酒很厲害的媽媽 而且又做過妓女 所以小時候完全不會照顧她 自己也搞不定 當她六歲的時候她媽媽就掉下了Shirley 和她兩個弟弟就走了 不知去了哪裡 他們就逼著找回她爸爸 就和她爸爸一起住 她就帶著她兩個弟弟 在一些戲劇裡面都會有一個情節 就是媽媽走了 姐姐很小就負責照顧弟弟 充當了媽媽的角色 但Shirley就完全不是 她不單止沒有充當住 當媽媽的角色 她還不斷用一個很瘋的方法 就是虐待她兩個弟弟 話說她媽媽瘀酒走了 她就跟回她爸爸一起住 她爸爸就是Lotek Lotek是做生意的 環境過得不錯 當時她跟回她爸爸的時候 她爸爸已經娶了另一個女人 這個Shirley就很討厭她後母 我真不知道為什麼 你媽媽本身都是又虐待你 又瘀酒 又做妓女 你有一個後母就隨便 你跟後母好好相處 希望日子又過得好 但Shirley就不是 她非常之恨她後母 而且她確定她後母 是一定知道她討厭她 她討厭要告訴你 你討厭她 她不會扮的 但她小時候就長得挺漂亮的 在她五四年出生 到她十多歲的時候 即是七十年代 她很典型 有人說她是一個 American beauty那種 他跟她後母 十三歲就產生很多衝突 刀刀 差不多的時候 她不知為什麼 很反叛 反叛得很重要 經常不回家 跟外面的流浪漢 聚酒佬一起住 流浪漢幾乎打到她瘋了 沒辦法 她很小就離家出走 就回到家裡住 回到家裡住的時候 她的兩個兄弟 就一直跟著她爸爸 跟著她後母一起住 不知何時開始 她可能小時候被媽媽打過 出到十二三歲的馬丫子離開 那些馬丫子外面又打她 她回到她就虐待她弟弟 她帶的弟弟叫阿粥 阿粥平時不太會說話 說話也不太會 她會找一點衝突 經常打她弟弟 欺負她弟弟 甚至乎做一些很瘋的事情 例如 她弟弟上學要穿鞋 她就弄一些玻璃碎 放在弟弟的鞋上 讓弟弟一踩下去 整隻腳就流血了 她的徒弟的名字叫Laura Laura說出來 她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後來把玻璃坑碎 把玻璃碎掉 把玻璃碎掉 把玻璃碎掉在弟弟的底褲 把弟弟的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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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罵她 罵她 他就跟她後母爭吵 關你什麼事 你是什麼人 你那些什麼小姐 就不斷在那裡罵 令到她爸爸和她的衝突 就一路一路增加 去到她回家住了一年多 也沒辦法好地相處 她是超級心理有問題 她十三四歲 其實就算在哪裏也好 她要上學 是不是 到她上學的時候 她十四歲已經沒有上學 學校就打電話給她爸爸媽媽 她說你們的女兒沒有上學 Shirley 你可不可以來聊一聊 她爸爸媽媽就立刻問她 她去了哪裡 她學校就立刻說 她去了一些保護兒童的地方住 她說為什麼 她說有地方住 為什麼保護兒童的地方住 然後就找人抓了她的爸爸 她就無告她爸爸 就說她爸爸性侵她 說她爸爸性侵她 所以她就要去那些保護兒童的地方住 最後就要驗她有沒有傷 也都問了很多人的口供 就發現Shirley說謊 無告她爸爸 就說她爸爸強姦 母子關係 即後母和她的關係 爸爸和她的關係 基本上決裂得很厲害 當時要叫她去看一些心理的醫生 但是完全沒有幫助 她永遠都是咬著 爸爸強姦我 後母打我 你們虐待我 心理醫生都知道她說謊 但無論有什麼人知道她說謊 她都繼續照謊 因為她的心態已經變成了一種人格的障礙 她爸爸和後母都知道 留在身邊都可能未必懂得教她 也都會不會想一想 你不是她媽媽 她所以很反叛才會變成這樣 就叫她跟回她 這個真的很瘋 她已經很討厭她後母 她爸爸就說不如你跟後母的媽媽 即爸爸住 即不是她的爺爺媽媽 即不是她的grandparents 你就叫她跟了後母那裡住 住下去當然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她亦都一樣 經常會鬧事 在她家扔別人的東西 不回家 又會誣告她的grandparents 性侵她 於是她亦都要離開 她離開後 你這麼小的時候 你去哪裡 但她又長得樣子挺漂亮 於是很多男人就願意照顧她 她很小時候有時會幫隔離輪舍 做一些寶寶 即是做一些寶寶 這些人真的做寶寶 你說多糟糕 就幫人看小孩子 當然看到一父都是 就走了去 別人回來就不見了她 到了1982年的時候 她已經成為了大人 她已經結婚離婚 結婚離婚已經兩三次 到最後 她找了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的名字叫David Notek David Notek就是事發的時候 那個家庭裏面產生的一家之主 就是David Notek 其實有兩個女兒 有一個叫Licky 一個叫Sammy 這兩個女兒真是大學到飽 Licky和Sammy 她生的大一點 當時David是一個建築工人 在未做建築工人之前 David是做海軍 也挺穩定的一個收入 David一見到她 就迷迷癡癡癡 直接生子貓入眼 就覺得她很漂亮 就經常跟她說 她是一生人見過她最漂亮的女人 David娶到她 就真的很開心 如獲至寶 在1987年 其實他們結婚兩年之後 他們還生了一個女兒 名字叫Tory 即是她帶著大女兒 Licky和Sammy 接著就生了一個女兒 名字叫Tory 當時在外面的人見到 就覺得很開心 David你建築工人 也娶了一條女兒 這麼瘋 就以為是一個美滿的家庭 你也知道 在一個小鎮裡 只有幾千人口 大哥你不會走一條Margulby 這些見到就已經 覺得很瘋 不是肥婆 有身材有成有高 覺得她很棒 她老公愛到她是不得了 不過很快 Shirley已經那個虐待狂的表現 表露無遺 經常罵她老公 例如說過一句話 就扔東西 一巴聲過去 就罵她的子女 而David是一個沒有腰骨的人 完全 她老婆說什麼 她就聽什麼 原來她沒有背後 即是跟我們一樣 沒有腰骨 英文也是這樣寫的 沒有背後 即是她的子女就這樣罵她 這個我真的不明白 她就算多軟弱也好 如果Shirley 是會虐待自己的子女 也是她的小孩 雖然她是後父 不過有些都是她生的 你怎麼都會制止 但是她不敢制止 她每一次虐待小朋友的時候 她爸爸都只是站在旁邊 她不敢出聲 因為一出聲就被她罵在一起 到了最後尾 她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人 話說 David Lockett 有一個13歲的弟弟 男生 名字叫Watson Watson 搬到她的家裡住 因為Watson是一個非常慘的人 David的弟弟 為什麼會這麼慘呢 他爸爸有問題 玩電單車是黑社會 被人抓去坐牢 坐很長時間 誰不知Watson的媽媽就走了 就不肯照顧他 家人就說我們沒有人照顧他 13歲就可不可以去你家裡住 他說去你家裡住行不行 David也挺有義氣 當兵 做地盤佬 他說你過來住 我們這麼大也住不完 這個就是David 他說你過來住 我們照顧他 這個小孩黑仔 已經爸爸坐牢 媽媽走路 走在家庭裡住 誰不知比睡街壞 你聽下去越說越瘋了 自從Watson來他們家裡住之後 Watson成為給他媽媽 一個嚴重虐待的對象 例如在家裡 無端端Watson要去 人家要去廁所 去很多次廁所 大小異變很多次 他去廁所 Shirley馬上會罵他 他說 糟糕 什麼事 阿姨 你去廁所不用先問我 問什麼 去廁所不用問我了 我要去廁所 我知道了 他去廁所每次都要問他 如果問就被他罵 他罵你也算了 跟你阿姨說 阿姨去廁所 都很小事 他經常都在你身邊 批你的錯處 就是一個超級嚴重的 Picky 例如你回家 穿雙鞋 擺雙鞋 擺得不平衡 他就問你 喂 收留你在這裏住 收留你在這裏吃 你這麼賤格 什麼事 阿姨 擺一雙鞋 鞋頭向著我 想我死 我擺回 阿姨 你不要說擺回 不要就這樣就算 做人要有懲罰 阿姨有什麼懲罰 他發明了一種懲罰 懲罰小孩子 那種就叫做煙營 什麼叫煙營 煙營可能會用煙頭辣你 不是 你知道美國是很冷的 在華盛頓DC都會下雪 很冷的 他的煙營就是 首先他逼你脫掉衣服 然後就出了家裡外面 有泥就去泥 弄髒了你的身 有雪就放雪在身上 這樣也不夠 然後等你站一會 冷冷的時候 他就放水在身上 浪盤水下去 你也知道冬天 如果你的嬸熱 你淋水下去 那身就會全身出煙 這種就叫煙營 就是他發明的 很多時候 他不僅用煙營來對待你 去混他入狗籠 亦都混他入一些雞籠裡面 他家裡住的地方 附近有幾大的空地 可以放一些狗籠 雞籠 他也有養動物 有少少做一些農業的東西 他不是做得很大 但是會養龍的琴束 混你入雞籠 混你入狗籠 淋涼水 脫掉你的衣服 你全身煙 他在旁邊就在看 到你差不多死的時候 就放你入庚谷 那小孩就很慘了 只有十多歲的人 還要被人虐待 他虐待你會說 可能只是虐待自己的 就是David的Latfield 他自己的女兒就不會虐待 你想錯了 一個人虐待人 就什麼都會虐待 當時 Licky和Sammy 就是他兩個大女兒 經常會逼他兩個大女兒剪頭髮 剪頭髮就要交給他 為什麼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逼女兒剪頭髮 要交給你這些頭髮做什麼 還有 這個東西就不知道 益他還是什麼 Watson 當時已經十幾歲 他的女兒已經十幾歲了 其實都很大 幾個都是年輕人 他逼他們幾個 會脫衣服 互相在那裡跳舞 就說你脫衣服跳舞 外面跳完就進來跳 幾個就不知道 一個什麼心態 被媽媽那麼迫 但就走不了 就只能夠被他虐待 Sammy和Licky被他虐待了很多年 這個Watson 因為爸爸又坐牢 媽媽又走了 他也沒辦法記別人下手 都要聽他說 他對女兒都非常兇殘 有一次Licky的頭就爆光 因為說錯一句說話 在玻璃窗旁邊 突然之間 一對玻璃門旁邊 他就一下子推女兒的頭 Licky就飛了到玻璃門 一聲 然後就立即爆光 然後他爆光 不即時幫Licky和Sammy 止血 還在跟他說 你逼我這樣做 如果不是你說這個說話 我都不會那麼生氣 就是你說這些東西 你說些什麼糟糕的東西 我才會這樣做 這就是他的家 小了一個就是Lowie 就是他的小女兒 Sami和Nicky大很多 左手變了一個就是Watson Watson 你以為十多歲而已 你爬幾年出來做事搬走 就不用受你的淫威 這個Watson 當時是非常慘的 到了這裏 有些人會問 為何他們還會留下來 十多歲也好 其實這都是 他在八幾年 九十年代 到現在都是九十年代 你十多歲 你走了 他也催不上你 你走去跟Jips一起住也好 去下廳做什麼也好 撿垃圾也好 你不跟媽媽住 原來他又很瘋 他打完你 可能到了下午 就突然之間沒事 就煲湯給你喝 喝湯 這麼瘦怎麼行 不喝湯 看來你 皮黃骨瘦 喝湯 他有些時候會反對你好 就讓你很confused 那些小孩子 他不懂得分 以為你打他 都是為他好 為他將來好 他待會又疼你 然後又給你一點Kic Cat 吃Kic Cat 媽媽買給你吃 所以他三個是處於一個 極度惶恐 但媽媽又突然之間 變廉的一個情況 這樣去長大 到了這個時間 除了Watson進來住 有另一個人進來住 那個女生的名字叫Kathy Kathy是一個比較肥小的女士 她就沒有了工作 於是跟她好朋友 就問Shirley 可不可以進來這裡住住 在這裡寄居 Shirley就說 好 你進來住 Kathy就走進來住 大家開始好像很開心 但是Kathy進來住 Kathy就很慘 她就會逼Kathy在家 做一些工作 什麼家務就叫Kathy做 然後又逼Kathy出去打一些短工 等Kathy就賺錢回來 Kathy不知為什麼 又聽了她說 還有 她逼你在家做事 是要你脫衣服做的 你逼我拖地、掃地、吸塵什麼都好 關除衣什麼事 她逼Kathy這樣做 而且到晚上 她就逼她很早睡覺 她說你睡覺吧 我們家裡不可以這麼吵 你要早點睡覺 Kathy說我睡不到 她就給了一杯水 Kathy喝 她每晚都會給了一些鎮定劑 讓Kathy睡覺 她就不讓她在家裡睡 只能夠逼她睡在Basement Basement裡面有一個水鍋 即是很大的熱水爐 就逼她睡在熱水爐旁邊 Kathy住了一段時間 Kathy也是一個很軟弱的人 平時就不懂得如何反抗 甚至乎有時候沒有食物 她就問她有沒有食物 因為Kathy沒有工作 就靠她養的 她說你有沒有食物 她就不讓Kathy吃食物 本身Kathy搬進去的時候 這個就是Kathy Kathy搬進去的時候就是肥沫 住了一段時間之後 嘩!真的厲害了 你猜她減了多少磅 在她家裡住了一段時間 又要做苦力、剪草、脫妻衫庫做事 晚上睡覺、準時睡覺 因為她怕她起不了身做家務 就給她一些浸淨劑吃 她住了一段時間之後足足收了一百磅 你知道一百磅是多難減嗎? 就算你多肥也好 你一個月正常減的體重 安全指標就是大約八磅 很厲害的 如果一個月可以減到八磅 即每個月減一磅 她減一百磅 她住了一段時間之後 她就沒有食物 她就快餓死了 可能就說你肥絲大隻 吃那麼多東西做什麼 夠了 一天吃兩條Kic-Cat 但我一天吃兩條Kic-Cat 怎麼夠 可以給果汁來喝嗎? 蘋果吧 給你一些蘋果核 家人批完蘋果核 她就給你一些蘋果核 她就給你一些蘋果核 Kathy又走不了 又留在這裡 到了她就經常打她 打她 就打了她遍體鱗傷 有一次就不知道什麼事 她就發困難 就去Basement那裡 就和Kathy就罵 罵到Kathy突然之間 發現了她老公 整身都傷了 那些骨頭皮膚都傷了 她就幫你治療 她都幫你治療 就麻煩了 她用防水的膠紙 然後就幫你包紮 包紮之前 你的傷口就打開了 她會發炎 她就用漂白水混水 哇 撲你了 哇 用漂白水混水 就幫你消毒 她就用瘋酒 消毒 哇 倒下去之後 用防水膠紙就貼住你 到了最後最後 有一次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已經到了94年 她就有什麼事下去打Kathy 有一次Kathy就被人打到不省人事 最後她就走上來 她說這些話說不聽 講極了 教極都沒有腦 住了那麼久 怎樣你都是不懂的 這些人真的沒有用 爛泥符不上癡 這不是見你會掃地 會煮東西 撿屋 做得到的 一早烹你出街 等你去過樹林 都會餵狗 沒有狗是餵豺狼 她老公就知道 事情有點嚴重 因為Kathy這次 在下面是慘叫 叫得很淒涼 Derek就下去看一看 喂 什麼事 看一看 就看到她 嘔 一直 又營養不良 又被人打 又被跳白水淋身 就可能中毒 還是什麼 嘔了很多東西出來 就呼不到氣 嘔到蓋住了喉嚨 Derek都死了 也怕搞出人命 即時跟他扣吐的東西出來 打側他 等他休息回來 拍他背部 但沒用了 他臉已經很快變了紫色 也是反雲忽術 他死了的時候 Derek本身是一個很懦弱的人 家裡發生這麼多事 都不敢出聲 就走上去上面 就開始跟他說 喂 這樣不行 他死了 送他去醫院 即是你說他病 那怎樣 有人死了在家裡 Shirley就不敢送他去醫院 因為他虐待他 他就反過來狂罵他老公 這個就是Kathy搬進去的時候是這樣的 右手變了一個 死了的時候只剩一條藤 是嚴重到不得了 他就說 害怕什麼 跟他下去做CPR 心肺復甦 做5分鐘他醒回來 快點下去做 快點快點 馬上下去做 那Derek就很害怕 就下去幫他 喂 死了 人工呼吸怎樣也好 你想好他 又跟他做人工呼吸 做CPR 做完他都醒不回來 就下去跟他說 他死了 我也沒用 做什麼他死了 沒了心跳 我按不回他 那怎樣 還需要問嗎 他死了那怎樣 撞了他 背後就有位置 這麼大的房子 你租這麼大的房子 做什麼 打籃球 你後面找個位置 撞了他就挖個洞 他老公當時不敢反抗他 於是就幫他 在後面挖個洞 撞了Kathy 而且有些用品 有些證件 日用品 不用問 扔下海 附近有海 扔下海 傻膠 他老公就跟他 幫他扔下海 亦都不敢出聲 他家人的小孩 當時當然知道什麼事了 即是Watson Nicky Sammy 和Nori 大家都知道 Nori 小一點 大家都知道他死了 亦都不敢出聲 因為他媽媽非常之惡 去到這裏 他的廢人老爸 還不敢出聲 通常有些 為何有這麼惡的媽媽 都是因為有個廢的老爸 會令到那個女人更加 助長他 他爸爸這件事是責無旁貸 所以到後來 那些小孩都說 他爸爸是一個沒有腰骨的人 這個時候 他爸爸和媽媽 就和這幾個小孩開會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很害怕 無緣無故 阿姨死了 阿姨平時都很疼他們 他就說 現在我們一家人 齊齊殺死了Kathy 他不要緊 他都沒有家人 或者他的家人都不理 他才和我們住 我們曾經當他是家人 照顧他這麼久 他現在死了 警察就會說我們一起殺死他 你們三個都要坐牢 不僅是媽媽坐 媽媽坐沒所謂 你們都坐 還有你們長得這麼漂亮 被肉卒搞 你那麼英俊進去 被人搞厚欄 撿回家你聽過沒有 總之大家不要說這件事 如果有人來問Kathy去哪 你就說Kathy認識了個男人 男人開車來帶他走 遠走高飛 我們不知道他去哪 他沒有跟我們說 全部統一說一樣東西 大家知道嗎 這個時候 他們就說知道媽媽知道 會說了 但其中一個女兒非常聰明 原來每一次她媽媽虐待Kathy 淋雙氧水 打她 踢她 拔毛 掀耳 掀鈴 什麼都好 她的女兒會拿一部保麗來相機 下去幫Kathy拍了所有傷痕 寫有罪證 拍了幾十張照片 就是關於她媽媽怎樣虐待Kathy 她的女兒知道這件事 表面上聽你說 但是她拿著她媽媽的罪證 究竟她的女兒怎麼做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告訴你